这条花莲鱼也非常的特别 你们看嘛 全身都是这个金灿灿的 不知道是不是金脸转世 吃起来会更加的喧香 这个金色花莲 让年轻的老板娘给你打枕干净 我就买的时候 老板娘不跟我打枕了 现在要过年了 生意好了 你该买不买 居然跟我这样子熟 二汤我都不买来了 这个花莲鱼打枕干净后 把它载成两厘米 建方的块就可以了 不要太大头了 大头了不容易入味 趁这个时候来摸上一点 泡椒泡姜还有泡菜 泡姜泡椒 泡菜 酸菜把它切成小一点的条天 泡椒和泡姜先切一下 再把它们剁碎 再给它放入一点 葱蒜抹净剂 载好的鱼块里面 加一点毛毛盐 料酒 然后是红烧粉 记住泰安姨这道菜 一定要用红烧粉 口感才会好 确实没有 那就用土豆淀粉 玉米淀粉都可以 下手给它码匀 让这个每一块鱼肉表皮 都裹上一层薄薄的豆粉 这个样子基本上就已经可以了 锅里下入少许的92号菜籽油 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 多么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 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 不知道你们最初的梦想有没有实现呢 油温烧至五成热下入这个鱼块炸一下 其实呢就是给这个鱼块过一下油 主要是让它定型 等着点烧起来才不会烂 并且吃起来嫩 因为淀粉锁住了水分 花莲鱼下锅过后 用大火大约炸两分钟后 把它倒出来控油 锅里留上一点油 再来上一块猪油 太难以这道菜 用混合油做出来味道更好 猪油炒化过后来上一点豆瓣 还有姜才准备好的小料 干花椒 全部炒香出味后加入水 调味一点白糖 胡椒粉 酱油 少许橙醋 主要是鸡发辣的鲜味的 古安酸辣少许 下入炸好的鱼肉 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就是这个汤特不要太多了 要不然它连紧的都收不干 烧开过后 中火煮六分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个鱼已经烧来差不多了 给它撒上一点蒜米的结结 再淋上一点花椒油 关火出锅装盘几口 找一个大点的花盆盆给它装起来 蒸子的话吃的时候才方便 直接粘起来就是了 不用去操 操容易把它操烂 最后这个仪式感不能少 性感的冲发给它来上一点点 非常好吃的一道 太安仪就做好了 川味荣誉 特别的简单 下饭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下期继续免费看 好不吃哦 好吃 我也来告哈 嗯 的确实好吃 还会有点点酸 这边还有一个卤瓶 黑芹的鱼吃哦 这个鱼一定要吃新鲜的 热灯就不好吃啊 刚刚好啊 这个早点了 还有一个规矩 叫做先吃完的不管 后吃完的洗碗 我发现现在好像 这个先后吃完 都是我洗碗 怀念啊 我们的青春啊 昨天在记忆中 生根发芽 只有怀念啊 昨天的日子真好 我吃完 我们是来 SA HOW 我看的是 我可以看到 觉 恐 我 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